至此工艺简而言之有选量 揉泥 拉皮 速烧 绘画 上药 烧窑等几十道程序 道道有讲究 险记忆 其中以烧窑最为需要技巧 因此陶瓷的艺术就是火的艺术 这一点都不过分 在火的操控之下 陶瓷既能成为美妙的器皿 也可能变成一堆无用的废墟 所以陶瓷生产有三句话 原料是基础 成型是保证 烧成是关键 在古时 烧窑闲还是颇有讲究的 需要选择黄道吉日作为烧窑日 焚香敬拜窑神祈福后 由德高望重的老窑公点燃窑头的第一把火 才可以正式烧窑 举行仪式时 万万不能燃放鞭炮 以计诈 破之意 与现代能够通过仪器测试 并规定了升温的烧成曲线不同 古代是没有仪器的 所以古人在烧窑时 全凭肉眼来观察火候 进而判断是否需要升温 把装师是专门把握火候的师傅 在烟筒下有个窗叫做分析眼 通过烧红的那个眼把握火候 极头柴的间隔的密度 一个富有丰富经验的把装师傅 就是烧窑成功的关键 烧窑时有小火 中火和大火之分 钢点火时温度在零摄氏度到三百摄氏度左右 主要是为了排除劈体内残余的水分 最开始火焰就如同煤油灯一样 雾闪着呈红色 摇弓时而给炭 时而给封 火蛇逐渐窜高 并开始呈浅红色 这一过程称为小火 小火是整个烧窑过程中的基础 如果基础火没有烧好 后面的烧制就不会顺利 比如出现前大后小 局部不忘等问题 从而导致烧不出上层的气密 中火的温度在三百摄氏度到九百五十摄氏度 这是窑内气物氧化和分解的阶段 从小火到中火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一般认为是火苗的颜色 从橘黄色到黄色这个阶段 大火是整个烧窑过程中的关键阶段 温度在九百五十摄氏度到最高的烧成温度 此时窑内气物开始出现收缩 右色开始融化并产生流动 遥功必须遵循秦天碳 秦摆布 秦观察的三秦原则 否则就会因为输火而让之前的付出毁之一旦 秦天碳是指不能一次填入太多的碳 为了确保遥炉内的大火旺盛 天碳后几分钟内必须恢复天碳前的温度 并稍稍地提高 秦摆布是指第一时间填的碳产生焰火后 很快下沉到灰层由添加的碳取代 这样火层才会始终旺盛 秦观察是指密切关注火的颜色 正确把握好保温和停火的时间 大火阶段火焰的颜色已经从黄色变为淡黄色 呈现出白中透黄 等到火焰完全呈现白色时 此时就该停火了 停火以后 打开窑门之前 遥功要先洒酒敬天的 上香拜遥神 等窑门自然冷却24小时后 再将窑门打开 把霞布取出来 这样一件件精美的瓷器 就这样出窑了